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年后第一款旗舰14系列的终极旗舰 小米14熬社终于发布了 这款万众期待的新机 真实体验怎么样 颜值、手感、拍照、续航 是不是大家期待中的那样 值不值6499元 话不多说 接下来Tiger会就这些问题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请注意哦 真是结合真机 结合真实体验而来的 小米14 Pro正面采用 被誉为纸板机屏幕终极形态的全等深微曲屏 目前这种屏幕 仅在小米和华为的高端机型上有所应用 此前发布的小米14 Pro 就因为采用全等深微曲屏 备受好评 它解决了传统曲面屏边缘绿边的问题 同时也兼顾了 曲面屏所独有的在边缘侧滑时的顺滑手感 得益于微曲设计 哪怕是在纯白背景下 也无需担心绿边问题 在边框控制方面 小米14 Ultra表现堪称极致 这是小米14 Ultra和iPhone15 Pro Max的正面对比 说一句玩报不为过吧 厚度方面 Tiger拿iPhone15 Pro Max做了一个对比 单论和手掌接触面的厚度 小米14 Ultra并不比iPhone15 Pro Max厚 除了高颜值 小米14 Ultra在机身结构强度上也有重大的突破 这就是龙凯架架构 所谓龙凯架构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UNI-Body一体中矿 龙晶玻璃盖板和双版本高强度后壳 它的中矿采用的是UNI-Body一体供应 有一整块6M4二铝合金 直接切割加工而来 无拼金 抗折强度显著提升 根据小米的说法 小米14 Ultra的中矿强度 相比小米14 Pro提升了100% 甚至超过了iPhone15 Pro上的钛合金的强度 而屏幕盖板也采用了大家熟知的小米自研龙晶玻璃 强度和硬度均得到了提升 在机身背部更是有惊喜 小米14 Ultra采用了双材质背板 其中的龙晶蓝配色 则用上了小米自研的龙晶陶瓷 龙晶陶瓷保持了陶瓷的触感 观感以及高硬度的同时 大幅减轻重量 这是小米14 Ultra对比iPhone15 Pro Max 10的重量 前者甚至要比后者更轻一些 至于素皮材质版本 也都采用了全新材质的柯纳皮 6倍超强耐磨 抗老化发黄能力也非常强悍 在小米13 Ultra发布的时候 小米提出了一个词还原光学素养 所谓光学素养 就是让手机摄影具有反映真实物理光影的能力 而不是简单的依靠算法去猜 这是有别于手机行业 传统计算摄影的一次大的突破 而这一次小米14 Ultra的光学素质再一次进化 在其他友商还在搞计算摄影的时候 小米已经成为移动影像领域 最注重光学的手机厂商 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对比照 这个样张把光学素养体现得淋漓尽致 iPhone 15 Pro Max拍摄的照片很平 欠缺层次感 而小米14 Ultra则完全展现出了极为优秀的光学素养 层次感非常丰富 这就是一种光学素养的直接体现 它让整个画面更富有张力和感染力 再将图片放大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解析力方面 小米14 Ultra的表现也完胜iPhone 15 Pro Max 从对比中可以看到 小米14 Ultra的景深的塑造方面 不仅更加具备张力 同时画面的层次感被塑造得非常自然 极高的光学素养 可以让我们在日常拍摄时 能够拍摄出更具艺术感和镜头感的照片 小米14 Ultra带来了全新的大师人像模式 在莱卡影条的支持下 人像样张更具层次感和故事感 该模式提供23mm 35mm 50mm 和75mm 四种默认焦段供用户选择 并且系统会根据焦段动态调整光圈大小 例如 在记录背景较多的23mm和35mm焦段 系统自动设定F2.8光圈 而在50mm和75mm焦段 则切换至F4.5光圈 以保证人像拍照质量 以下是一组实拍样张展示 具体我们来看一组样张 在长焦端 小米14 Ultra也迎来了非常巨大的升级 我们来具体看一些样张 分别是1倍 3.2倍 5倍 和10倍 从1倍到3.2倍到5倍到10倍 小米14 Ultra都保留了极为出色的解析力 我们再来看一张更夸张的仰张 等效2880mm焦段 120X便焦下的超长焦表现 画面中原本根本不可见的垃圾桶上的蚊子 清晰可见 且十分锐利 这就是小米Ultra 作用Beta超原变焦的可怕实力 总之 小米14Ultra的影像系统专业且强大 无论是日常生活拍摄 还是满足一定专业需求 都能应对自如 小米14Ultra全系都支持卫星通信 采用天通最新一代的解决方案 并且还搭载了自然的T 以通信芯片 实测小米14Ultra从搜星到连接上卫星 大约需要约35秒的时间 这个速度明显快于友商的Mate60T 并且 在卫星通信的功能上 小米14Ultra也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和迭代升级 针对专业用户 小米专门推出了卫星增辅仪 可以通过外接增辅仪的方式 提升卫星信号的接收质量 其次 小米的卫星通信还可以和小米手表 手环等进行信息交互 实时发送生命体征信息 这些功能的加入 让小米14Ultra上的卫星通信功能 变得更加强大和实用 小米14Ultra这次搭载了小米自然的金沙浆电池 采用硅负机技术 能量密度达到779瓦时每升 这个数据为全行业第一 得益于此 小米14Ultra在机身厚度 重量没变的情况下 电池容量增加到了5300毫安时 电池容量的提升让小米14Ultra的续航明显提升 经过实测 即使重度使用 该手机也能轻松支撑一天以上的续航 小米14Ultra的屏幕采用的还是画星光点C8基材的Light屏幕 具体参数如下 为了让大家对这块屏幕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Tiger也和iPhone15 Pro Max做了一组对比 两款手机均采用默认显色方案 在护眼方面 小米14Ultra在30%亮度以上 是全局类DC调光 无任何频闪 而在30%以下亮度的情况下 会开启1920Hz的高频PWM调光 这是高亮度下 这是低亮度下 总而言之 小米14Ultra这块屏幕的素质非常强悍 属于行业内第一梯队水准 完全可以放心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小米14Ultra的其他重要特性 性能配置 搭载骁龙8晋3处理器 服务于FS4.0和LPD-D15X 快充提升 有线快充从前代67W升级为90W 无线快充从50W升级为80W 扬声器提升 配备对称式的双扬声器 外放音质相比前代额了明显的进步 自然芯片加持 小米14Ultra搭载了小米自然的TE通信芯片 超薄指纹识别 依旧采用超薄光学指纹识别 没有配备超声波指纹 价格吗 小米14Ultra一共4个版本 几部价格为6,499元 整体价格相比小米13Ultra贵了500元 总的来说 在深度体验过程中 小米14Ultra展现出成熟 专业合一用的特点 是一款综合表现出色的旗舰级智能手机 涨价也是意料之中 你觉得呢 那么问题来了 小米14Ultra整体符合你的预期吗 有考虑入手的小伙伴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